曲名字母 声音刘 声音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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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在做动物救援 然后很man的去做动物救援 其实他们让我想起 我老公 刺青 高大 凶猛 然后我一看到有人捋带狗的时候呢 以前我们家的爸爸就是这样站在那里 那人家就不敢了 我照顾过各式各样的动物 那么我发觉了 就是狗跟人 他们在情绪上面 其实是最密切的 最相似的 甚至于在感情的执着上面 狗是比人还要深 所以也许你们分开了一段时间 你跟狗相处分开了之后 可能这个主人会慢慢淡忘它 可是这个狗到了死之前 它都不会忘记它的主人 就是说狗狗只是你生活的一部分 可是你却是它生命的全部 我不觉得毛小孩是小孩 我觉得他们跟我们人类 是一模一样的东西 他们也有个性 也有情绪 然后当然也有好人 也有坏人 那他们有时候甚至可以教我们一些事情 所以我并不觉得毛小孩是属于 我要去照顾它 或者是它是我的宠物 我就觉得他们是跟我们一模一样的生命 以前我们家最会捡狗的是爸爸 他反正看了狗不行 他就救回来 所以我们家最多的时候是七十多只 那么在我们手上照顾好送出去 这样子 然后甚至于包括他的爸爸沿路喂狗 那么这样子的状况 这样子上千只 其中有一只就是宝贝一躲在汽车底下 那只小宝贝很小 然后养了两三个月 帮他找到了一个很好的主人 在正大那边 然后我们从光复南路开车送到正大 他就挣脱了绳子跑了 领养人也很着急 可是竟然到第三天 我听到后门有抓的声音 我一打开了 咖啡坐在那里 然后后来呢 那个领养人就说 哇这只狗真的太好了 我们一定要继续照顾他 因为全家都很喜欢他 然后呢 他们就自己开车来带 这下子应该你闻不到 爸爸车子的味道了 好了 他爸爸就跟他讲了一句话 这下你坐别人的车回去哦 你要是再回来 我就养你一辈子 结果到了正大那边 他又挣脱了 这次呢更快 第二天他就抓门了 然后我们一开 我就回头跟我们家爸爸说 哎 那个你要养一辈子的回来了 最近影响我最大的宠物 是一只猫吧 对一只叫大宝的猫 对 然后因为他过世的关系 所以我开始跑步 对 然后因为我对他充满了感恩之情 那那个大宝 我一直一直把他当成长辈 因为他有一种大叔的感觉 有半熟 对 所以我就一直把他当成是一个大叔 是一个伯伯这样子 然后 但是他过世了之后 我就觉得说 我应该要做一些积极的作为 来表达我对他的感谢 所以我就决定说 我要改变自己的人生 然后所以开始跑步 我做这个动宝志工呢 已经超过了三十年了 从全台湾 当时只有一个动宝团体 到现在动宝团体超过两百多个 可是这个问题就还是依然存在 台湾虐待动物的问题 其实还是一直都蛮严重的 那我觉得这个可能是牵扯到一个生命教育 一定要从小做起的问题 你只要你从小你对生命有感悟 然后你知道他的感受 你跟他有一个相连结的情感在的话 其实我相信 不管是虐待动物 然后或是保育动物这些问题 他应该都是可以慢慢的被解决的 如此 就是因为你对我来说 你将第一次的谈度 我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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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vi自你 和我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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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zi我自我公开